当地时间9月26号深夜 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27号上午 飓风海伦尼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之后 一路北上 到当地时间的9月27号 海伦尼已经造成美国东南部多州 至少已经有49人死亡 有大量房屋受损 全美数百万用户断电 目前海伦尼已经减弱为热带气选 但是仍然给美国多地带来了严重影响 据美国媒体报道 受海伦尼影响 东南部多州出现强降雨 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 其中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等地 多次发布山洪预警 美国供电实况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 海伦尼在高峰时 一度导致超过450万用户断电 这一数字在当地时间27号晚 仍有约370万 风暴还导致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 多条铁路客运线路中断 多个州的快递投递暂停或受限 大量道路和公园处于关闭状态 救援人员仍在救援被困的民众 北卡罗莱纳州城市阿什维尔宣布 27号晚实施全程宵禁 以保证公众安全 美国卫士评级公司预计 保险公司将会因海伦尼 赔付50亿美元或更多的损失 海伦尼在登陆佛罗里达州时是四级飓风 风暴中心的风速高达每小时225公里 是近年来给美国带来重大破坏的飓风之一 美国媒体称 海伦尼之所以成为近年来 死亡人数较高的飓风灾害 主要是因为风力过大 导致树木倒塌等地面事故增加 据报道 在南卡罗莱纳州 北卡罗莱纳州和佐治亚州 多人都是被倒塌的树木砸中后死亡 美国媒体还报道称 风暴潮致使沿海地区被淹 强降雨导致洪涝灾害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准备不足 民众没有及时撤离危险区域 紧急救援不够及时 也是导致死伤较多的因素